这座城市真的挺魔幻的 它可以一瞬间让你抽出满枝 也可以一瞬间让你觉得自己有失处 转至于人物背后故事 偶尔也做深度分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有深度 我是紫芸 近日由朱一龙刘诗试演的 《亲爱的自己》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虽然有朱一龙和刘诗诗的加盟 但是收视率却一直不高 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几天紫芸从四个角度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该剧没有热度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见解 首先 紫芸觉得《亲爱的自己》剧情 缺少心意 平庸无奇 三十而已和《以家人之名》 能够获得关注度 不只是艺人的演技和颜值在线 往往因为故事本身有心意 能够带来观众的探讨 《亲爱的自己》这部剧并没有大火 正是因为剧情终归终矩 看到开始就知道了结局 一人朱一龙和刘诗诗作为本剧的主演 一直都有话题度很高 朱一龙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获得网友的普遍好评 而对于刘诗诗来说 冒与气质盖是她的代名词 演技虽然一般 但也不会拖拖拉拉 大部分的职业女性 都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形象 她们通常都是知性高贵 优雅文静 漂亮优雅 端庄闲静的形象 需要不是尴尬到 要人出戏 都会被观众认可 其次 刘诗诗 朱一龙 主角光环强大 刘诗诗和朱一龙的CP感很强 朱一龙和刘诗诗主演的男女主 相处自然 甜美 网友看到有相中一目的感受 尤其是朱一龙主演的 男主角陈一鸣 从身边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对李思雨的爱 亲爱的自己 这部剧的问题 主要是在剧情平淡 俗套 没有吸引力 无法带来话题探讨 就拿前两集出现的这些情节来说 陈一鸣在场地练习 向李思雨求婚 网友就早已可以预想到不会成功 女主李思雨开场是在挽回顾客 网友也在看出 她肯定会成功 原本还希望她做出什么好办法 结果顾客被强行堵进了厕所 要时间解决 既浪费了时间 又惹人反感 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保安赶出来 再也不会合作了 还有很多例子 可以让观众看得到主角光环 第三 剧情复现 比主线更能吸引观众的目光 坎青子饰演的人物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三十而已之中的顾佳 可惜她的性格更像温柔厚道的朱小琪 可以预测 在她和老公之间 必然因为孩子的学习问题而产生矛盾 婚姻也将面临风险 由此可见 故事的设置还是重观重矩 没有吸引 后续故事将如何审展开 是吸引观众追剧的一大动力 此外 该剧节奏太快 两集里 许多的角色几乎全部登场 多条戏路同时运行 毫无重点 在看到亲爱的自己六集过后 随着陈一鸣的失业 李思宇在职场上击风对手 本剧的故事才开始渐入佳境 该剧引发观众的吐槽 还有彭冠英和坎青子的戏粉 都快追上男女主了 张志志和刘洋的角色设计 比男女主更有看透 最后主线情感线铺垫不足 陈一鸣和李思宇的感情交流少之又少 主要在讲述各自在职场中所面临的苦难 编剧在故事开始就开始堆积 困难挫折 很容易让观众感受到沉重 丧失了追剧的积极性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另外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是暂时没有吸引观众的亮点 后续故事的发展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专注于人物背后的故事 偶尔也做深度分析 我是紫云 如果你认可小编发分析和小编讲的故事 那就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